五年前那辆车在我心里还烧着呢 一直没灭 五年 这把火烧的时间可够久的 我也长大了 你也结婚了 有些事情咱们别再耿耿于怀了 行吗 刘士君 我不用你给我讲大道理啊 要不是你 我不会有今天这个地方 可如果不是我 你早就和那辆吉普车烧成灰烬了 你说什么呢 思敏 我当年做了一些事情 对你这小姨都造成了 一辈子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可没想到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坐在一起 如果你对我有冤 你撒在我身上 我接受 你今天跟我老婆干什么了 你今天跟我老婆干什么了 我 我父亲给他礼物 让我转交 你今天跟我老婆干什么了 你把那钱又给他了 看来你都知道了 你凭什么给他那么多钱 这个你问小姨 你跟杨小姨在北京干什么了 我让葦王 我想问你们 吴斯敏 你要不要咋 好 不可告人的事了 好 我怎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我没记错 你跟小易结婚才两个月 他告诉我你们夫妻关系很好 可我怎么觉得 你对他至少缺乏最起码的信任 关系很好 对 他会这么说 他是这么说的 他还说你勇敢 说你勇于追求爱情 那时候中了他的拳刀了 他来清云之前就知道我在这儿 他处心积累来找我 我被蒙在鼓里了 我现在才知道 我娶了一个全世界最烂的女人 你说什么 我知道 他在北京和你们几个男人混在一起 他被你甩了 又被那个高干的儿子甩了 又被他的老师甩了 没人要他了是不是 他来找我了是不是 不允许你这么说小易 不允许 连长 出什么事啊 我没事 砸破了点东西 不允许 你们走吧 哦 不允许 杨晓妮也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她的感情很认真 我了解她 她跟你结婚 就是想她的事事过世 而且 不会是怀孕的吧 你早晚会知道 她为你付出的一切 你是个男人 心胸为什么不能宽厚一点 既然有些人渠道 为什么都能好好珍惜她 我告诉你游泽 如果有一天我知道她过得不幸福 我就是走到天边 都会回来找你 小姨 你过得不幸福为什么要骗我 明哥 没事吧 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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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报告 刘连长 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洪灾 郡区来电叫你们速回 车已待外面等候 知道了 他被你甩了 又被那个高干的儿子甩了 又被他的老师甩了 没人要他了是不是 我现在才知道 我娶了一个全世界最烂的女人 我根本就没想到 吴斯敏先生会这么下去 他根本就不相信小姨 而且小姨现在怀孕了 我特别担心她 我明白 这个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我来处理 我怎么能不管啊 爸 吴斯敏恨我 他现在把这个恨 转嫁到小姨身上 他在拿婚姻折磨小姨 我怎么能不管呢 你小子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你现在是他们夫妻矛盾的源头 爸 你要再管这件事情 只会添乱 我现在命令你 从现在起 你不要跟小姨有任何接触 包括如今往来 为什么 你是有夫之妇 你不明白 你听我的 小姨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我来处理 小姨 跟小姨起瓶 妈 妈 妈呀 妈呀 燕燕 燕燕 我这怎么在楼下老听着美美哭呢 来来来 奶奶不 没事 妈 她就吃饿了 哎呀 你看我 真饿了 我可忘了 妈 给你冲奶呢 你慢点 你看你这两天怎么老是魂不守舍的 妈 我想你这两天帮我看看美美 我想去部队看一下十九 为什么 我听见爸爸跟她通电话 妈 她去清云看杨晓忆 那是士君出公差 我跟你爸呢 就让她代表咱们刘家 去看看晓忆 你别多信 我美美不哭啊 妈妈 就许她去看杨晓忆 就不许我去看她呀 你要是因为工作离不开 我可以帮你带几天美卖 但是你要因为这个事 去看士君 我不能同意 我觉得夫妻之间 要有最起码的信任 再说 士君在部队 又是战备状态 你去不合适 刚才在台上 看你的眼神 就知道你要犯病 要不是你妈替你兜着呀 你呀 要出演出事 是 谢谢妈 你呀 别看你是县里书记的儿媳妇 在剧团那也得靠本事吃饭啊 你知不知道吗 揍着花花 丢你妈的脸 也丢你公公婆婆的脸 别替她 怎么的 出什么事了 啊 哎呀 你说呀 你说出来你妈替你做主 别看他们那家是当官的 那也不能欺负我女儿 这都说好了的 要对你呀 要像亲闺女一样 不知道 你谁呀 哎 你吗 刘世娟 他背着我去晴云找杨晓义了 妈妈 妈妈 谢谢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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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放进去吧 妈妈妈 妈妈妈在呢嘛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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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 来 妈妈亲一下抱抱抱抱 乖乖乖 妈妈 乖乖乖 乖乖 照顾好她 迟到了 妈妈 走吧 妈妈 我告诉你啊 心别太软啊 女人心太软了 吃亏就你自己 快去呀 乖 抱抱抱抱 好好好 记住妈的话啊 来来来 这是我从老家带的土特产 谢谢丁白 谢谢一位 都有会儿啊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嫂子 想不到您刚生完孩子 变得这么骗呢 你的意思是说 那会儿我大肚子的时候 特难看是吧 不难看 不难看 应该说啊 现在更骗呢 你小子当心事就吃醋啊 还有呢 给 愿意 师娟 师娟 你看 丁妹 大老友来的 带了这么多东西 你们啊 替我们好好谢谢丁妹 对对 晚上我叫石棠 好 我添几个菜 走吧 走 怎么没打个电报 就来部队了 我们现在紧急待命 随时都有可能 上抗红前线 坐 我问过你们处长了 他说过几天才上前线的 你找过我们处长了 对啊 我黑的带了家乡土特产呢 他还夸我是模范家属呢 你猜你们处长 跟我说什么 他说 我来了 这洪水也就不涨了 我们处长跟你开玩笑 你听不出来啊 以后别擅自主张 去找我上级领导 我给你倒杯水 你是不是特害怕 我去找你们领导啊 我不去找你们领导 我怎么了解你的工作性质啊 怎么知道 你可能还要被派去青云工作 就可以背着我 再去见杨小义了 你去找我们领导 聊的也是这些 不聊这些聊什么 有哪个结过婚的女人 会容忍自己的丈夫 以工作的名义 去见之前的恋人 而且我怎么知道 你跟杨小义在青云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燕燕 我不希望你用自己的私心去揣测别人 我跟杨小义之间什么都没有 也不会发生什么 那好 那你跟我保证 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见他了 去青云的工作 让别的同事替你去 好不好 简直是胡搅蛮缠 工作是上级领导安排的 能是你说了算的吗 别拿工作说事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爱你吗 我不在乎你 我能妒忌吗 这是一个军署应该说的话吗 是吗 我谢谢你来部队的 可如果你来找我 找我们领导就是为了说这些 我认为你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 我找你去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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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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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志军 你说这么多 我就是因为我爱你吗 我不在乎你会变成这样的 你去金云找杨小义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我已经见过你了 你是我丈夫 你才去见杨小义 你知道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那我肯定就要失去你了 师兄 你答应我 你以后别再去看杨小义了好吗 我只要听到你去看杨小义 我就害怕了 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 我一路上什么都没有吃 我也睡不着觉 把脑子都是胡思乱想 像你跟他之间到底怎么了 我哪有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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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了 我走了 你吃饭了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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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住这儿啊 是啊 家属来部队 都住抓带所 那你呢 你今晚跟我一起住吗 我今天晚上要值班 你要是累了 早点休息吧 我不累 元言 我明天还来呢 嗯 世春 我坐了好久的车 才能过来看你 嗯 我现在也不怀孕了 也不坐月子了 我们都结婚一年多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夫妻了 元言 这是再不对 影响多不好啊 怎么影响不好啊 我们本来就是合法的夫妻啊 我还有二十分钟就要上完之班了 你好好休息吧 如果杨小义在这儿 你就不会走了 别老动不动提小义可不可以 你 你心虚了 你以为你不知道 你们两个在清云干了些什么 每天都如交似漆的 难舍难分的在一起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燕燕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跟杨小义 我一提杨小义 你就对我发脾气 我一提杨小义 你就变成这样 那你现在还变得不可理喻呢 我怎么不可理喻了 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 你不想再跟你吵架了 你不想再跟你吵架了 因为再跟我这儿 李世俊 李世俊Home 你跟我回 Nah 上班 战备物资 24小时 之内送你 好的 送过去 是 喂 首长好 是 这次看我们抢险 你不用去了 为什么 你家属刚刚找我哭诉 情绪很不稳定 我看你啊 还是先把自家后院的火给灭了 再来执行任务吧 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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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谁 你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说话呀 说话呀 你第一次去找了我们领导 我没说你什么 你这次又去 你存在什么心呢 我在部队好不容易 恢复了职务 你是不是要毁了我在部队的工作 是不是 以为杨小义毁了我们的婚姻 你放 你打呀 你还要打我 有事就让你打 今天就打我 你打死我 算了 你打了你打了 你也闹了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打了你 你还能疲通 你来自宝府 月婚 我发现了 老五头 你的信 我的信 谁会给我写信的 你的地址 你的名字 不是你的 谁的 给 再见啊 老五同志 几年不见很想念你 桂花同志也好吧 市军上个月去青云 带回了一些你的情况 我这次去信是想告诉你 我们正在和青云县 民政部门取得联系 商议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你是一名老兵 曾经为人民翻身和解放 做出了贡献 虽然在退伍后 犯了较为严重的错误 但还是应该本着 逞前毕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落实待遇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新闻大明和杨小义结为夫妻 很为他们高兴 我知道大明在工厂表现不错 小义也是个有志气的孩子 自愿退学 扎根边远地区 我衷心希望你们一家 能够和睦相处 同心协力 为社会主义建设 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云石 太好的 团长还没忘了我呀 咱们青云林永城 十万八千里呢 那刘叔叔要帮你说话 能说得上吗 你懂什么 大明当年进国营厂 就是团长 托老战友给帮的忙 办成的 这回要是刘叔叔 能把爸的工作给解决了 那他真是帮了我们家大忙了 爸 你今儿高兴 喝两粥 哎呀 哎 能不能跟刘叔叔说说 这回也要给我办个成立户口呗 去 老婆子得寸进尺的去 这两口三个分令啊 不给也够本了 反正刘叔叔也欠咱们家的 你说是不是大明啊 大明来 爸 四明 你别光顾着吃饭哪 快陪爸喝两粥 来 喝 来 给 爸 来 来 来 给 妈 你也喝两口 小姨 你也倒上 我不会喝酒 我喝水 喝水 哎呀 我要是能干上老短行啊 我就把这酒借了 现在就借了 来 干 干 来 干一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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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小姨 我今儿刘云时这事 不是宠我爸 是宠你 你想到哪儿去了 他是你爸的老首长 知道咱们家有困难帮个忙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不对 不对 他要想帮忙 他早干嘛去了 小姨啊 你能不能跟我说 你跟他们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又来了 你别老一身一鬼的行不行 那你说啊 这事是不是你跟他提的 我当然没说过了 那就是刘世军 他们家怎么就那么愿意帮你啊 啊 我跟你说件事啊 上个月刘世军来清云跟我见过一面 当时我跟你在吵架 回来就没告诉你 他还说想见你呢 我替你回绝了 现在告诉你别生气啊 这话总是从一嘴里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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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也见过面了 我们也见过面了 是吗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行行行 睡吧睡吧 说什么 管他 刘叔叔的来信 给全家带来了快乐和希望 可思明还是不快乐 因为他对刘世军仍有怨恨 当我知道世军曾和他见面 在回味着那封信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猜测 也许是他知道了我们的情况 把一切都告诉了刘叔叔 所以刘叔叔才会费尽周遭 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一家 想到这里 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这种感受 甚至冲淡了私民 给我带来的冷漠和压抑 我想 就是为了他们的鼓励 我也要坚持下去 好好维系我的婚姻 还有这个我曾经 伤害过的家 好 好好好 真气派真气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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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好 好 我 现在 可以 我 哪里需要哪里去 哪里艰苦难家 如果要我手边抢 靠近墙跟我就走 爸 当即被我就出发 爸 常理派我去参加地区的大会战 我去了啊 上车 烧你一段 用不着 啥时候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呢 那臭小子跟老子摆臭脸 以后不想坐老子车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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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我手最棒的 小心 小心 你是不是有了 快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放那放那 没事吧 放那你快点 听我的快快快 坐着 几个月了 两个多月了吧 你说你这孩子 这么大的事你可真能瞒呢 大明知道吗 没来得及跟他说呢 你怎么不告诉他呀 不是妈 是这样的 我给我妈写了信 她说我们老家那边呢 是最好能到三个月 等胎坐稳了以后 再说这个喜讯 我就等着大明这次回来 跟他说好好好 我告诉你啊小艺 从此以后你家里什么活 你都不许碰他啊 好好给我养着 不能让你让人睡啊 没那么娇鬼妈 我多动动 将来生的时候还好生呢 我们厂里那些女工 不都挺着大肚子 在厂里劳动吗 她们是她们 你是你是你啊 真的我妈也跟我这么说 你妈是你妈 当初你妈生你的时候 你看见了吗 您太逗了吗 真好啊 老五姐这回会有后了 真是太好了 我可又赢事干了 我告诉你啊 生完了我就给你看着 生几个都行 越逗越好 听没听见 毛主席保佑我 偷了他老人家的福 没想到我这么快 就有孙子了 你说说 你怎么知道就是孙子啊 当然是孙子了 你看看你啊 我告诉你 女孩儿养妈妈 那脸好看 你看你 你不信拉倒 你看看 不准是个男孩 丑了 真丑了 你说什么 在家保胎 亏你想得出 你这落后脑瓜子 我怎么落后了 人家小意啊 不是家庭妇女 人家有工作 年轻人啊 还追求进步呢 有大明一个人进步 就完了呗 你懂什么啊 古时候 女人 相夫教子 你知道吗 那照顾孩子 把家里的照 照顾得好好的 把孩子弄得好好的 这就是进步 这就是进步 你懂不懂 爸 妈儿子 爸看 建设社会主义大会战 青年突击手 瞅瞅我儿子 你 傻小子 妈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啥好消息啊 你要当爹了 你媳妇儿有了 日落西双红下飞 真是大巴巴 英贵 巴英贵 将军荣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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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那天刘世军来青云 你们去哪儿了 那天防空演习 所有人都去防空弄了 你为什么没去 我没去怎么了 那天你是和刘世军在一块儿吧 你俩干嘛 躲开 我 Frei 都是阴间文 我 你们奇怪 继续 那天自己 那个《ню衣荣荣荣荣 esc�》 在吵 outta架 俩边的 想不想吗 别叫我说话 拿你个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大白衣 这哪儿掉小姨 不是 给你喊上吗 我跟伍斯敏锅不下去了 真是 闹到哪一出 刚才又是样根又根记的 这又不是小孩给我加价 对不起 爸妈 小姨 臭小子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去 给小姨陪个布置 给小姨陪个布置 快去 我不去 你再滚 让它滚 凶 凶牙门 滚 你干吗 干吗呀 你女性麻辣的东西 我呀 你大孩子干什么呀 你不会情无道白 孩子刚回来 你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姨家里咱们老五家 她一气一气跟着过日子 看不出来吗 现在她怀着咱家的孩子 你小子说这种话 你还整不上心啊 小姨 小姨呢 爸 你别管她 你让她滚 你个凶牙门 行吗 行吗 最快让她滚 滚 你还是说 你先说话难听 干什么自己心情吧 我看你 你回头 我看你 我看下去 你自己谁 你也是 你不要 都在粪人 我看你 你又去 所以说要不要 我还看你 走 我看你 都在粪子 乱 轻 帅 你 跟 什么 开介绍信做流产 什么时候怀孕了 我怎么不知道 三月月了 还关了 太关了 小叶 怀孕是好事 你干嘛要把孩子打掉 不想生怕影响工作 胡说 毛主席叫他胡说 人多力量大 只要有了人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 都能造出来 你说全中国的妇女 要是都像你这么想 那 那以后下一代的问题 怎么解决啊 老一辈打下来的江山 谁来传承啊 我是觉得现在还年轻 不想这么早要孩子 小叶 我跟你说你这孩子 你就杀到家了 你可不能这么想 你知道 我怎么就生了配音这一个孩子呢 就是我小产了一次 变成习惯性流产 坐不住胎啊 你是医生 你比我清楚 孩子得留住 不能打掉 主任我现在真的不想生孩子 别说了 我跟你说 厂里已经跟你迷入所 又配了一个新的助理 你就穿蒙袋就行了 我真的不行 听话 必须把孩子生下来 这是党和组织 交给你的光荣任务 这算怎么当的事啊 你这日子过的 大民那儿也不说 这孩子一向就这样 我是当妈的 我不了解他吗 你这也不说 跟你说句心里话吧 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啊 嫁鸡随鸡 嫁狗就随狗了 你既然嫁到我们家 那就不能有别的心思了 你这家上哪儿去啊 妈 我和四明结婚的时候太匆忙 我们都需要好好冷静一下 这都结了婚了 过日子得热乎乎的 冷什么冷啊 你就别管了 我不想管你啊 你过去一个人的时候 我也不惜得管你 现在你怀了 大别门骨肉了 万一孩子出点什么事 怎么办呢 这些孩子我不能要了 你 你不能要了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么狠心哪 你是女人吗你 谁啊 不是我狠心 您的儿子不认他 我生他下来干吗 我的天哪 造孽啊 大明这个混蛋 他不认这孩子 我的孙子 我的孙子 太不像话了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心眼就跟真别人一样大 连老婆怀孕这种事 还疑神疑鬼的 咱先不说这事了行吗 杨小姨现在失踪了 你们单位是不是出面 给找一下呀 丢了一天一夜 现在想起来找人了是吧 晚了 谢谢了 我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想法只有一个 我要打掉这个孩子 不管有什么办法 我和伍斯敏的婚姻 显然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那这个孩子就不能生下来 不能让我的孩子 冲档我的命运 我不能让他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没有完整的家 我看不见你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天空 点点滴滴梦里 Stacy muchas小斤 心 Bai的星 未曾平行 时间的叶来一滴 落下 近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底那宁静的痕迹 揣摸你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知是记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底那宁静的痕迹 揣摸你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知是记忆 精准的雕 心底那宁静的精净 挣了你 scalp黄 有用没有